代表香港政策生活 各位你們好 Hello,各位你們好 多謝各位 首先我們代表香港政策成員和醫學院基金 多謝大家今天抽空出席 相信大家坐在那裏 對我這隻鯽現行可能都想知道多些資訊 或者可能本身 脊椎已經有點不舒服 本身要解光才會來的 是不是 那今天我的題目 我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叫呼吸和腰痛的題目 首先一說到這個題目 那時候我和病人分享這件事的時候 他們都會有幾個反應給我 通常他們都會說 那麼腰痛 不是經常和我們看報紙都看到 經常和一些知識不太有關 你受到什麼錯誤的知識 你的生活模式是怎樣 不做運動 又或者是否吃了什麼 會搞到腰痛 那很少人會覺得 呼吸是會影響到我們的腰痛 或者其實完全不覺得他們有關係 那另外一個反應就是 呼吸經常聽到有人說 有什麼空式呼吸 腹式呼吸 其實很多人都會見面的 口氣不是只有一種 其實口氣是分兩種 那另外很多人都會有一個疑問 有些腰痛 好像經常反覆覆的 偶爾又跑出來 看過很多醫學都搞不定 那其實這一類的腰痛 其實很多時候和呼吸都有些關係 那首先 這個題目就是呼吸和腰痛 那我們先講一下呼吸 那其實呼吸 大家都知道那個作用是什麼 其實就是提供我們生活所需的一些能量 還有去做一個氧氣和二氧化碳的交換 因為我們身體每個細胞都需要氧氣的 那其實要留意一下一件事 我們身體其實很多的機能 都是我們控制不到的 譬如說我們的血壓 心跳 我們的消化系統 這些全部的系統機能 我們是控制不到的 但是唯獨一件事 所以呼吸是我們可以控制的 那也可能因為這個原因 有很多東西都會刺激到我們的呼吸的模式 從而影響到一些不同身體健康的問題 所以我想大家試一試 用你們平時呼吸的方法 試一下呼吸六至八次度 我們可能用少許時間 大家試一下去呼吸 大家都留意一下 你呼吸的時候是怎樣去呼吸的 我都會看一看大家呼吸的方法是否正確的 那大家有沒有留意一下 你呼吸的時候 你呼吸的時候 那個胸口和那個肩膀 有沒有上升 你呼吸的時候 那個肩膀會不會 會激高了嗎 其實剛才我有留意 在在有很多朋友 都是用這種呼吸的方法 他呼吸的時候 那個肩膀都是激起了 還有那個胸口會動的 很多人都會用這個呼吸的方法 而臨床上來說 我也都見到很多腰痛的人 或者脊椎問題的人 都會用這種呼吸的方法 還有大家也都留意一下 雖然我叫大家呼吸六至八下 但可能剛才我給大家呼吸的時間 可能你的呼吸是不止六至八下 很多人的呼吸是很急速的 很快的 那首先我給大家講解一下 空式呼吸是什麼 OK 空式呼吸就是剛才我所見到大家 大部分正在做的呼吸方法 那空式呼吸是我們呼吸的時候 我們就會起了肩膀的 那個胸口是不會動的 對 還有這個呼吸是很快 和很短很表淺的 即是說你吸氣的量是不夠 但是是很密的呼吸方法 那其實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這個空式呼吸的方法 是一種應急的呼吸方法 譬如說我們突然遇到一些危險 譬如有隻狗突然追我 我就突然間要監促牠跑 我們呼氣的時候 就會用到這個方法 因為這個方法是反應是最快的 可以突然間 令我們扯過氧氣的肺部 甚至我們在一些劇業運動的時候 呼吸困難的時候 我們都會用這一種的呼吸方法 這樣就為之一個空式呼吸 那其實留意一下 我們其實做空式呼吸的時候 我們會起了一個肩膀 其實呢 如果你留意一下 我們圈住了紅色圈那裡的肌肉 即是由我們的後尾枕 一直連到這個位置 其實會很用力 因為我們會用很多肌肉的力 去起肌肉架 起肌肉 所以我們呼氣的時候 如果我們做空式呼吸 這一條肌肉 普遍都是會很斑緊的 其實 還有呢 我平時見到很多 有些人 譬如說有頸痛的人 或者他經常做空式呼吸的人 他的頸椎旁邊的肌肉 其實會很斑緊 他很多時候都會好像 就算靜止的時候都好 好像脹了一條肌肉 會很明顯見到 這個也是一樣 因為我們會看到 他是不是呼吸方法有問題 雖然今天我們最主要是 複式呼吸 但是順帶帶一提 其實空式呼吸 對我們都會有很多影響 因為我們做空式呼吸的時候 首先你想一下 我們每天 其實我們每分鐘 其實呼氣平衡都有15次左右 是的 而我們每天呼吸 差不多超過兩萬次 那如果我們兩萬次的呼吸 都是錯誤的 用我們不應該用的肌肉 例如頸的肌肉 去呼氣的話 那種肌肉就很容易會露損了 慢慢搞下搞下 我們的頸椎 就開始會不太穩定了 例如出現那些頸向前傾的情況 或者頸周邊的肌肉很斑勁 你會看到那些人 整條頸感濕 好像很緊張 嚴重的個案 除了頭痛頸痛之外 可能會有些頭暈 不明 打架痛 甚至乎 有些人 他經常會覺得很溫溫突突 就是經常說 我明明我星期六日放假 分足兩天 分幾小時 即是說分十幾個小時 都是不夠的 經常都很累 這些都是其中一些原因 好 接著我們回到腹式呼吸 固然之熱 就是用我們的腹部去呼氣 其實最準確一點來說 其實我們用了我們的橫甲膜 去呼氣的腹式呼吸 所以它也是叫做橫甲膜的呼吸 兩者個頸可以互通 這一種呼吸方法 其實是一種深腸念 即是他呼氣的時候 剛才說的腹式呼吸 這個腹式呼吸 就是會比較長一點的 即吸氣的量會多一點 呼氣平均每一次都有八至十秒鐘 是比較長一點的時間 和空式呼吸是剛剛調轉的 呼氣的時候 我們的胸口是不會動的 而且我們的肩膀 也不會像做空式呼吸一樣 斜高了 是不會有這兩者出現的 還有我們呼氣的時候 我們的肚子好像會凸出肚腩 還有臘骨架的側邊 亦都會擴張 其實現在很多的研究已經做了 用這種方法去呼氣 我們的心肺功能會好些 血液循環會好些 還有令到我們的血滑比較穩定些 而最重要的一件事 根據我們今天的題目 就是它會令到我們的脊椎 穩定性的皮膚 我們說說橫甲膜的跌頭 橫甲膜其實是一塊很薄的肌肉 它的形狀就像一個角落薩一樣 拱圓形 像大家看到左邊這個圖一樣 由於我們的肝比較大一點 所以右邊是比較高一點的 它的位置 而左邊相對地是會低一點的 而且你會看到它分隔了我們的股腔和股腔 它剛剛在肺的牙面 亦都隔著了內臟 所以為什麼它有一個名叫橫甲膜 原因就是這樣 當我們做這個複式呼吸的時候 我們呼氣的時候 我們看看左邊那個圖 左邊那個圖 是說我們呼氣之前的狀態 當我們吸氣的時候 首先我們的橫甲膜會 你看右邊那個圖 會走下去 兩邊臘骨都會擴張 其實這個目標就是 令到我們吸氣的量增加 是幫我們把氧氣吸入肺 其實靜態的時候 給大家一個參考 我們的橫甲膜 就是大概 那個幅度 降落的幅度是1.5cm 但是當我們很用力去吸氣的時候 就是做複式充吸 它可以變得去到 6-10cm的發光 大家可以想像到這種吸氣的方法 其實我們會吸多了很多氧氣 因為我們經常做複式呼吸的時候 我們因為吸的量比較表淺 所以那些氧氣很多時候 只是停留在肺的長門 其實是落不到下面的 其實下面呢 肺下面也有很多的疊快 幫我們吸一些氧氣 其實我們每一次呼吸 是用不盡那個呼氣力 就是令它不是太有效率 所以我們做複式呼吸的時候 那複式呼吸就可以解決到 剛才所說的問題了 那其實呢 當我們那個橫甲膜下去的時候 我們也同時會令到我們的腹壓增加 就是說我們的腹腔的壓力會增加 因為附近的肌肉都會一起去用力 右邊那個就是空式呼吸的方法 那當我們呼氣的時候 首先我們的胸口會動 會退去前面 另外我們的橫甲膜 它就不是向下的路 是向上的 因為我們呢 踢高了那個甲膜 所以那個橫甲膜都跟著它升高 就不是下降了 那變了呢 你留意一下我們的腹腔那裡 其實它的尺寸好像拉長了這樣 是的 它的形狀可以拉長了這樣 而複式呼吸就變了 當我們吸氣的時候呢 那個橫甲膜會下降 我們的肚皮會漲 我們的肚皮會漲 還有我們呢 亦都會令我們那個盤腔的肌肉 即是這個肌肉呢 都會有些力要用力去下降 是的 那這幾個東西加起來呢 就變成了好像一個氣球一樣 擺在我們的腹腔那裡 即是變成一個很實力的關節 那這個就是看著正面 你會見到上下就有我們的橫甲膜的力 和我們腹腔的力 另外呢 兩邊呢 就有我們的前腹肌 側腹肌的力 去形成一個氣球 那這個氣球的作用呢 就可以很幫助我們承托脊椎 因為呢 很多時候呢 我們平時來說呢 我們怎麼為之一個好的情況呢 就是我們有我們的腹腔 好像一個氣球一樣 另外呢 就是我們腰呢 都要有這個脊椎呢 去承托整個人的 那這個才可以成為一個很穩定的結構 正常來說 那大家可以想像呢 如果我們經常做空式呼吸的時候呢 其實就令到這個氣球呢 是失效了 沒有了這個氣球了 那我們其實呼吸的時候呢 其實那個人就會很不穩定 那個脊骨 那我相信大家都會有一些經驗呢 可能是經常發覺腰很緊的 是的 有些人呢 會形容呢 我平時好像條腰好像一塊板一樣的 緊到呢 好像我動都動不了 有些人就說 我背脊常常都隔不中 好像會抽筋一樣的 又或者 我之前其實都沒有這些情況 最近呢 突然間常常都 條腰很容易弄到 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其實原因就是因為呢 他們呼吸的方法是錯誤的 他們做了一個 常常做空式呼吸 令到呢 我們的腹額不夠 那我們整個人呢 就少了一件事去承托體重 那變相呢 其實他們用了條腰的力呢 去承托我們整個人的重量 那大家可以想像明明呢 我們就有兩件事去保護條腰的 而現在只剩下一個 那很明顯呢 那條腰呢 就很容易過路了 因為它唯一的方法去解決呢 就是不斷將肌肉去收縮 握緊它 它這樣才可以穩定你的脊椎 那所以它唯有 用這個代上的方法呢 去保護條腰 當這件事是持續很多年的話呢 那條腰的肌肉就很容易會露損 那些脊椎呢 也都很容易會變得不穩定 開始有些退化的現象出現了 因為它承受的力呢 比正常多了很多倍 那慢慢呢 大家經常聽到一些骨刺啊 某程度上呢 和這個呼吸的模式呢 都是會有些關係的 很多人都會問這個問題 那到底按摩有沒有用呢 這樣 大家有沒有留意過呢 你按摩的時候呢 很多時候呢 按來按去呢 都是那些位置不舒服的 而且很多時候你按完之後呢 一個禮拜 它又再回來 是同一個問題 不斷在那裡重複的 背脊的肌肉感的原因呢 是因為你口氣的方法錯誤的 所以它長時間都要扮緊 去幫你穩定你的脊椎 那就算你用什麼方法去放鬆它都好呢 其實效果未必會穩定不到 那接下來呢 就跟大家講講一些研究 其實這一方面呢 醫學上有很多研究呢 去探討一下這個腹式呼吸 和我們脊椎健康的關係啊 那簡單來說呢 這個測試呢 它就找了16個慢性腰痛患者 即是經常腰痛的人 還有12個正常的 沒有腰痛的人 那它做了一些的測試呢 就是說增加這個呼吸的需求的時候呢 其實有七八成腰痛的患者呢 它都會查到它呢 這個慢角膜是很累的 很不夠力的 那另外呢 在正常的那個人裡面呢 它只是三四成的人 有這個慢角膜疲倦的跡象而已 就是說患性腰痛的患者呢 它們多數的慢角膜都是不夠力的 對 還有很容易累的 那就變了 好像剛才我跟大家解釋的那個道理一樣 你環球膜不夠力呢 你的腹壓就不夠 腹壓不夠呢 我們的脊椎就少了一件事 很主要的一件事去穩定它 那那條腰呢 就當然會出問題了 因為變相性 它好像擺長了 用多了很多力去承扣對人 那另外一個研究呢 是比利時也做的 那其實它就是分開兩組 就用不同的強度去斷面的環角膜 那看看它的腰痛會不會有改善 那簡單來說呢 做得比較輕的一組 就是不是做得太多的 其實它的腰痛又不是很穩定的 但是呢 如果它發覺它做八個星期 每一天都做兩次的 規面複色繁鑑膜的運動的話呢 就是譬如每次是休息三十次 每次是做十五下 就是跟同色節這個指標去做的話 其實它的腰痛是會減少的 意思就是說呢 我們斷面的環角膜 是要一個基本的時間 一個方法 一個力度去做才行 這個也都反映了 我們的環角膜 對我們的要求是很重要的 所以很多時候呢 如果遇到一些 臨場來講 遇到一些腰痛的患者呢 我都會建議他們去 去斷面他們的環角膜 因為這個也是治療的一部份 是可以幫到它提高整個 脊椎的穩定性 那還有呢 順帶跟大家提一提 其實我們呢 剛剛我們嬰兒的時候呢 我們都已經學會了一個最佳的呼吸方法 大家如果留意一下身邊 如果有小朋友 或者留意一下身邊的小孩 他們很多時候呼吸 就算嬰兒也是 他們呼吸呢 是用複式呼吸的 他們只會突出個肚子出來呼吸 它是不會像我們那樣去吐氣 可能大家就會問 咦 那為什麼我們的呼吸模式會轉了 是什麼令到它有這個改變呢 那其實原因有幾樣東西 那首先第一樣東西呢 我們從左邊的圖講起了 就是我們的姿勢問題 那很多人在坐的時候呢 都是寒背的 意思就是說他人向前傾 那個背部呢 是沒有靠在那裡坐的 那這個姿勢有什麼不好處呢 就是說當你屈他前面坐的時候呢 其實你的腹部是不… 你的肚子是不可以漲的 就是說變成是阻礙了你做這個複式呼吸 所以當你經常做這個姿勢的時候呢 我們的身體慢慢就會適應了 一種錯誤的呼吸方法 就是做空式呼吸 因為你的肚子是頂住的 不可以狂張 那個環節膜是落不來的 所以他就做不到這個複式呼吸 那這個就是其中一個原因 那大家其實如果是留意一下身邊的朋友呢 但是很多人的坐姿都是錯誤的 所以這個也是其中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為什麼我們的呼吸模式呢 會由複式呼吸轉了做空式呼吸 另外一樣東西呢 就是現在其實潮流來說呢 都是鼓吹這個瘦的風氣 是的 很簡單我們拍照 人家第一句說什麼 縮肚腩 縮肚腩 第一個都會這麼說的 其實就是反映了呢 其實現在大部分人的想法呢 都是不希望呢 那肚腩是突出來的 是不是 就是覺得好像 不是那麼好啊 那樣的 那所以慢慢呢 這一種的模式呢 入了腦的時候呢 我們就避免了做這個複式呼吸 因為我覺得呢 好像突出了肚腩出來 好像很奇怪 那這個又是其中一個原因來的 那另外呢 就是現在的衣服呢 都是跟回潮流 很多時候呢 那些衣服呢 都是比較緊 很多緊身衣服啊 緊身褲啊 那些皮帶也很緊啊 好像最右邊的這個圖 那這些的衣著呢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影響到我們呼吸 因為它立得太緊呢 其實我們根本就不可以做到 有效做到這個複式呼吸 但是它也是緊住了那個滑膠 是下不了去的 所以久而久之呢 我們就會很聰明地做到這個複式呼吸 因為方便 但是呢 時間久了 其實影響就很大 那還有另外一件事呢 就是緊張的問題 那其實呢 很多港人呢 都很緊張 很心急的 就是做每一件事都太過著緊 很心急 其實對我們來說 那種刺激 那種刺激呢 久而久之呢 就變成了 我們休息呢 會做了複式呼吸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呢 做事的時候呢 他都是做複式呼吸 意思是 他對著他的電腦呢 做一些不是很劇氣的運動呢 他都會做複式呼吸的 原因是因為他很緊張 所以他就會用了 不知分他用了這個方法 而我們的白鋒膜 沒有動的時候呢 又會引起很多要求的問題 另外呢 就是用手機 因為用手機 也有很多的研究是做過 其實對我們來說 是一種很大的刺激 無論我們是收發這個訊息也好 又或者是用來打機也好 其實都會令我們很緊張 所以緊張呢 都是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令我們習慣了這個複式呼吸的模式 好 接下來呢 都想教大家一些的方法 去怎樣練複式呼吸 那其實呢 複式呼吸呢 不是太困難的 因為你想一下呢 其實我們寶寶仔的時候 我們每個人都認識的 每個人都認識的 所以這個不是一個 好像一些新的運動 我們一定要去全身學習 其實不是的 那我們做的時候呢 我們就躺在那裡 兩隻手就可以放在旁邊 然後呢 我們就將腳提高了 提高呢 提高呢 去90度 就是身體和大腿90度 大腿和膝蓋高呢 這個關節也都90度 就像個途中一樣的 那我們就定在這個位置呢 就做複式呼吸 那做的時候呢 我可以 建議大家可以試一試呢 就是說 把一隻手放在胸口那裡 另外一隻手呢 就放在肚那裡 那你可以練一下 你呼吸的時候呢 就只是動一隻 按住腹部的手而已 啊 胸口這裡的手呢 就不可以動的 那如果大家發覺 哎 定住這個姿勢很困難的話呢 不要緊要的 你可以放下那隻腳 我們先練習這個複式呼吸的方法 先 可能你做幾次 慢慢靜靜地去做呢 那你做熟了 那複式呼吸了 你懂得用了 你才再提高那隻腳 最重要就是 那個心情要放鬆啦 因為大家記得呢 這個複式呼吸的教 比較平和一點 深長一點的 呼吸的方法來的 所以它每一次呼吸呢 用到8至10秒是不可以的 但是一般來說 如果做的時候 發覺啊 肚子都緊緊的 好像不太自然 做到這個動作 甚至乎可能 腰不太夠力 或者腹部不太夠力 要抬高直腳呢 那都有另外一個方法的 那就可以呢 找張椅子 是啦 放直腳上去 是啦 那貼著在這個位置那裏呢 去做個複式呼吸呢 那其實都很有效的 是啦 那有些人都會問 為什麼我一定要抬高直腳呢 我就這樣睡在這裡做不可以的呢 是吧 那其實 原因是因為我們這樣睡的時候呢 我們的橫甲膜啦 還有我們的腹腔是會 就是水平的 那這個狀態之下 一起去用力呢 就可以好感染到 我們整個腹腔啦 周邊的那些肌肉 那所以這個方法 大家都可以試一試的 其實都可以 應該可以幫到大家的 謝謝 各位 那我們給點掌聲 好嗎 謝謝 謝謝